中华德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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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五十岁的高龄入室 从政起见忠贞联名 出世近三年时间 便由荆州刺史提升至东来郡太寿 陈安 咱们到哪了 大人 已经到了昌义县的管辖范围了 爷爷 近来洪水肆虐 为何这里却不像受到了影响 你可知昌义县的县令是谁 大人 正是荆州的王密王大人 是他呀 爷爷 您笑什么 这位王大人 可是位不同寻常的人物 杨大人 请留步 拦路者是谁 知道座上是荆州刺史杨大人 竟然还敢拦到 本人乃荆州不一 王密 你就是王密 为何要拦我去路 杨大人 你乃本朝洪如 海内景仰 可为何入了仕途之后 便改变了清高的品节 放肆 你说我改变品节制下 可有凭据 有 近年来天灾人祸不断 天子命三公 光禄 玉石 周牧等诸位大人 每年各向朝廷 举荐冒财一名 以解决国家 人才匮乏之忧 我说的没错吧 不错 是有这个政策 我以为 治理一方水土 好比医生诊治病人 病人康复 仰赖于两医 而地方治理 则依赖于良辰 继续说 可是杨大人 您身为荆州刺史 肩负督察众人 不仅不举荐贤良 反倒寻同僚之私企 举荐太守之职 这 这岂不是辜负了天子 举茂财 立国家的本意 您说 这算不算改变了清洁 大胆狂生 怎敢公然诽谤朝廷命官 那你觉得 立国立民当选何种人才啊 唯有了解民间疾苦 更以民生为己任者才可担当 您笑什么 你所说之人我恰好认识一位 此刻就站在我面前 我所举荐的茂财并非官僚子弟 而是荆州不一 王密 我 我 可是 刚才 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民间流言 我从未当真过 杨大人 望你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实在是太造词了 汉事虽品 岂能无依 这件不跑赠你 望你为官以后 卫公的心始终如意 谢大人 后来 王大人被任命到东莱郡的昌义县 任知县了 这样不俗的民事 我真想见见呢 一会儿就能见到了 咱们先到驿馆吧 杨大人 有失远迎啊 发福了 大人见笑了 这就是王大人吗 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快点过去打招呼吧 杨大人 这是我的儿子 王叔 杨音乐好 好好 这是我的孙儿杨刺 与令郎年纪相仿 王伯伯好 杨大人 为何此次只有您与孙儿独行 其他家人呢 路途遥远 所需盘缠较多 居家千禧 着实不易呀 只因我的孙儿 只因我这孙儿聪颖好学 我不想耽搁他的课程 这才待在身边 方便授业 一家人分隔异地 总是不便 何不加派辆公车 家眷又非官员 怎能贪占国家的好处 不如带我上任后 再用俸禄 求一家团圆 来得安心呢 大人应置办些产业 免子孙受钱财之困囊 钱财乃浮云 我为后人留下一个 清白丽子孙的名声 岂不更好 这大人清廉之风 学生佩服 有事便告大人 王大人 防洪的堤坝连日来 已被浸透 恐溃堤 还请大人亲去查看 这件事我会亲自处理 你们不要打扰杨大人 明白吗 是 大人 卑职得去处理一些公务 恐怕得先走一步 未能陪大人尽兴 实在抱歉 公务为重 你去吧 是 杨次我带你去看我家的盆栽吧 好啊 大人 我刚在外听说 城外大河水未暴涨 恐会溃堤 王大人 他决定八滴泄洪 恐怕是要烟田了 王大人 此次水患灾难严重 为何唯独你们昌义县 灾后依旧井然有序 你可是有智力的绝招 大人 卑职不过是谨记您的临别赠言 秉持一颗未攻的心 我上任昌义不过一年 此前一三年大旱 又遭遇蝗灾 局面甚是惨淡 大人 灾民只有余粮 请您开仓赈灾 仓内余粮乃是种子 无论如何不能动用 你让大家再耐心一点 等待赈粮 可是大人 赈粮不知何时能到 眼下的危机 该如何度过呀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不能目光短浅 只看眼前 若为救灾而吃了种子 明年则会遭遇更大的饥荒 就按我说的办 是 大人 赈灾粮食马上就到了 百姓都已经聚集到城外 迎接了 快 让衙役前去维护秩序 任何人不得接近运粮队伍 可是 这不就是给鸡民的吗 现在 人心不稳 哪怕一个人动了怠念 则众人失控 若是群起哄强 岂不是造成混乱吗 属下明白 等一等 你再发出一个告示 令全县百姓 每家每户 将人口数目上报 每日将按人口配及口粮 大人 属下不明白了 既然迟早要分发 何必每日领取 这么麻烦 天灾难料 天灾难料 如果我们不做好统筹 万一粮食分完了 灾害还没有过去 届时民众慌乱起来 又该如何应对啊 对啊 大人英明 我这就去办 等等 再加一条 令每家每户出壮丁 参与水利输军 可是连年大旱 河床都已经干涸了 旧汉必烙 昌义连汉三年 明年恐怕就会发生水灾 我们要未雨绸缪 才能把灾害降到最低啊 是 谁知 今年果然应验 我们刚做好准备 便遭遇烙灾 然而 因为昌义县准备充分 不仅水利健全 也保存了最好的粮食种子 所以烙不成灾 反而粒鱼耕中 你身一片兴旺 好 大人 您觉得烟田一事 会不会引发事端呢 凭王密的才干 只要他能秉公办事 就不会有大碍 我相信他能处理好 真漂亮 这是怎么做的 那是 这可是我爹花重金购买的 糟糕 这可是我爹最喜欢的花 这可怎么办 别担心 反正也没人看到 你就放心吧 我是不会告诉我爹的 不行 分明是我犯下了错误 怎么能因为没人看到就不承认 我爹回来了 杨大人 我正在欣赏你庭院中的风景 非常雅致 大人见笑了 王伯伯 王伯伯 对不起 我犯了错误 什么错误 我刚才将您珍藏的盆栽打碎了 朕对不起 没关系 碎了就碎了 不过是一盆植物而已 你没伤着吧 谢谢伯伯 不择之恩 杨刺没有受伤 杨刺小小年纪 便诚实勇敢 不愧为杨大人的孙子 多谢伯伯 刺儿小叔 你们去玩吧 是 汪大人 何地险情 处置如何 碎植不敢烦扰大人 已令人凿滴泄洪 烟田一世 与百姓生活 关系密切 可一定要处置得当 大人放心 碎植所烟之田 地势较低 利于大局 情况危急 只能如此牺牲了 至于灾民 我会特别留心 妥善安置的 很好 只要摒持 天下为公的道义 你必会成为 国家的栋梁 大人过奖了 大人是我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休息 这是什么 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 你 你这是干什么 碎植本一界狂生 有一身报复 却尚不能孝养父母 下不能抚育子植 实在溃为人子人妇 刚曾拦路诋毁过大人 而大人不仅不计嫌隙 更是大力举荐提拔 我去见你 只应看重你的才能 若不是大人 根本就没有卑职的金铁 如今大人刚升任东来太守 卑职对大人感恩不尽 无意回报 这是石金黄金 辽表学生心意 我只顾人 而顾人不只我 这是为什么 卑职知道 大人一向爱惜羽毛 可是您去赋任 连接家眷的盘缠都没有赋予 卑职看了 替大人心疼 你搞错了 我并不在意钱财 我知道 大人一事清明不可受损 所以 卑职特在一身人静的时候才来 此事没人知道 请大人不必推辞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怎么你说没人知道呢 可是 王密 我 我明白了 杨大人 悲职造词了 大人 换我来有何吩咐 你暗中调查一下王密如何为官 尤其是燕田一事可有蹊跷 是 且常义连年守在王密一届清品之县 何来十金黄金 大人 我知道了 你输了 大人高明 悲职可佛醒教 如何想到最后这一首致胜之招 齐局如天地 都有方圆规矩 写招可能一时得适 然若向平定乾坤 还需秉持人间正道 啊 大人 怎样才算人间正道 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不错 但若连小家都不保 何保大家 千里之地毁于以学 莫以散笑而不为 莫以恶笑而为之 卑职以为 若是众人皆得实惠 令头人多得一些 又有何不可 人一生的节操 在于始终如一 皆生乎威戏谈欲 大人 这只是一时疏漏而已 人前人后各做一套 哪里是君子所为 更别提为官之道 大人只叫你在奇异之外了 左人与下棋都是一样的 人间正道并无区别 被之一会儿还要去处理公务 不便再打扰大人休息 如今连昂贵的衣服 你都不再珍惜 我当年送你的旧袍子 恐怕再也穿不出去了 若是旧衣还在 不如还给我吧 大人 是 爹 燕田一事 的确如王大人所言 去了地势较低的一方 只是 那边的土地面积广 受害的百姓恐怕要更多些 那宝珠的那边田地有何特别吗 这边田地要较为肥沃 而且王大人家的丝田都在这边 王密伤人一年 便办成了几件大事 的确是个人才 可惜 大人 您真要处置他吗 他虽然能力强 然德行不足 赈灾的是他 大发国难之财的也是他 大人息怒 别伤了身子 我这是伤心 大人 请您三思 王密 乃您亲自举荐的茂财 按律法 您对他的操刑 要负连带责任 他若有闪失 便会连累您 当初 我未公将他举荐 如今 又怎能徇私替他保全 这不是帮他 是害他 你去领刺儿过来 我们继续上路吧 你这是干什么 大人 网密知错 请大人原谅 你知道 我是不会循私王法的 卑之明白 卑之网顾大人提拔恩情 我愿自我谈和 以免连累大人声誉 你为何有了如此转变 大人 只因我而忘书 爹 孩儿有一困惑 想要请教 你说 过去咱们家穷的时候 我有次贪玩淘气 把邻居家晾晒的种子全怒失了 那时 你竟没人看到 别拉着我一走了之了 并告急孩儿 不要让别人知道是我干的 结果 邻居家的庄稼收成 全被毁了 爹 扬刺碰坏盆栽时 我本劝他装不知情 可他执意向您道歉 您还表扬了他 没人看见 就当做没发声 这是我向爹学来的办法 难道不对吗 爹 孩儿到底该怎么做呀 言传不如身教 果然如此 我一直以为自己为孩子留下钱财 能使他过得更好 谁知竟然做了最坏的榜样 王密知错 为子孙应像杨大人这样 留清白公联的家风品德 且不该因一时思念而毁了后世子孙 爹 姝儿 爹愧对你 王阳不劳 由未完也 王密 起来吧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杨家能四世出三宫 皆因杨镇 以清白连结 教诲子孙 时时以四肢为警惕 不仅使子孙繁茂 更为后世树立了清白传家的好典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怀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志业 自2008年 承接怀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弃养学童、中措生就学、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单亲家庭、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怀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贵资粮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护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你这个账单一个月至少要自己对一次 银行有规定我们跟客户之间是不能有金钱上的往来 其实我自己帮别人理财那么久 我知道金钱的优惑真的很大 这个还你 我都放你那句好了我信任你的 虽然呢银行有很多规定很麻烦 但就是要我们为自己的财务负责任 来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 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 随机捐款而逃 千万别上当啊 轻松致富多陷阱 脚踏实地最实在 但是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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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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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在下一个世界中 既没有家人 也没有朋友 听闻的人们 把信心寄托于佛法之上 当我们被一个小刺刺伤的时候 我们哭喊疼痛 当我们碰触到冰寒之水的时候 我们冷得发战 然而 我们如此珍爱的身体 很快就会变成一具 没有任何感觉的死尸 被奔化 被埋葬 被犬肢吞噬 或被秃鹰撕裂 是他唯一的命运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父母 子女 朋友 仆从 房屋 和财富 都无法随心 业力之风 把我们带走 如同吹动一根羽毛 我们将前往何处 我们将停留何处 我们再也没有任何选择 谁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只能充满信心的仰赖上师 三宝 以及终身修持的佛法 向他们寻求协助 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力量 能够把我们从介于死亡和投身之间的中阴阶段的痛苦和恐怖中救度出来 引导我们前往净土 修持佛法之初 困难重重 但最后却能够获得至极大乐 这和从事俗武有天壤之别 从事俗武 皆以喜乐为始 以痛苦繁忧和理想破灭为终 弥勒日巴尊者 曾经忍受什么样的磨练和严苛考验 然而 正是透过这些磨练和严苛考验 弥勒日巴赠得了金刚池的不变果位 无别的清净大乐 他独自居住在僻静洞穴之中 但他的光耀却骗及世界 他也必须跨越死亡的门槛 但是此刻 他端坐在尽喜净土的坛城中央 这和焦慢的世人有多么的不同啊 当一个国家领袖或百万富豪过世的时候 人们会说 某某人死了 如此而已 不比一根蜡烛烧尽 一潭水蒸发重要 佛法这个字 也意味着去修补或去矫正 去纠正所有的缺点 去发展所有完美无瑕的功德 除此之外 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 从修持佛法中所获得的功德 将留存下来 成为来世的心灵资粮 生命的动力来自于慈悲 慈悲才是我们永恒的依靠 成为来自于慈悲 生命的顺庭 与你搶手图禁